正在为本月27日在北京五科松体育馆举办的首场歌唱锦罗密鼓排练的李戴默 于日前首次开放媒体探班 当天下午除了记者朋友 好友吴莫愁也在饭点风风火火的赶来 并且送上亲手熬制的鸡汤 表示要给李戴默补充一下营养 你不是说鸡汤吗 现在鸡在里边啊 为什么鸡在里边啊 我心会做汤 那个莫愁是关于鸡肉类的料理 他都会处理一点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鸡肉 那为什么要选择包这么一个汤给你吃戴默呢 这么一个汤 首先这个汤代表了我莫愁的特色 因为他也知道 我估计你也就会做这个了 是对 特别喜欢吃鸡肉 然后炖炖汤比较简单 如果要是炒的话可能就比较难 太油腻了 对 还要唱歌 据说李戴默为了让自己能在演唱会上 有个出色的状态 近些日子都在刻苦地进行健身训练 配合营养饮食 而自己的体重也迅速增加了20斤 正是胖了20斤 因为我是为了演唱会让自己体力好一点 所以现在在努力地多吃 然后运动 其实大家仔细看好像没有说胖太多 因为我在健身嘛 做力量运动 所以好像还好 会结实一点 我觉得 有坐俯卧车 仰望起坐之类的 有坐 各种啊 那个数量是多少 你问哪一项 先说佛生吧 佛生大概一组二三十个吧 其实我想抱一个小料 就是我们私下的这个朋友的小圈圈里边 有的时候发现他拍的照片还是蛮激烈的 就是他自己举着什么东西啊 然后又撑着什么东西啊 就是头 你看这一个光头上面的一个血管都抱起来了 就知道他的这个努力 对有努力有多么的 喝下小吴同学亲手熬制的爱心鸡汤 李黛默感动之余也不忘回礼 现场他为吴莫愁 即兴演唱了一段新专辑的主打歌《伤》 并亲手送上自己的新专辑 他受的伤 埋在心里某个地方 他受的伤 一道孤单心就回答 他受的伤 寂寞麻醉不了那段过往 他带着新的旧的伤 眺望远方 搜狐视频娱乐不报北京报道 看搜狐视频 胜过做大宝剑 我是大鹏